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 指一个公正骰子 四次 那假设呢 各次互不影响的话 求下列事件发生的几率 第一个呢 是前两次甩出来的 个别都是一点 那后两次呢 得的是一点以外的这个点 我们先来想一下 第一小题 它这个前提很重要 假设各次互不影响 这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每一次骰骰子之间 发生的这个事情呢 是什么样 相互独立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 这个骰四次呢 想成是ABCD四种状况 那所谓的ABCD四种状况呢 其实就是前两次各得一点 我们就把呢 得一点呢 第一次得一点叫做A事件 第二次得一点呢 叫做B事件 那后两次得非一点呢 就是甩出2到6的这个状况呢 第三次甩出2到6 我们就做C事件 然后呢 第四次甩到2到6 我们叫做D事件 所以这一题 其实在问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呢 ABCD 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那我们已经学过多个事件 怎么样 独立的这个状况啦 其实呢 只要这几个事件呢 是我们直接称这几个事件之间 他们是独立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呢 写出这个式子 OK 我们可以直接呢 写出这个式子 所以它的内容变成什么呢 前两次得一点 每一次得一点的几率都是怎么样 六分之一嘛 乘以六分之一 那后面两次要非得一点呢 得不是一点的 那就是2到6嘛 那就是六分之五的几率 OK 所以呢 就变成是什么 六的四次方 分之二十五啦 那稍微算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六的三次方是 二一六 所以六的四次方呢 好 这边呢 呃 是九 所以呢 是一二九六 分之呢 这个二十五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呢 则问说 四次中 恰有 两次得一点 诶 这个就比较有趣咯 刚刚是说呢 前两次得一点 后面两次呢 得非一点 那现在恰有两次的意思是说呢 某两次得一点 但是另外两次要不是一点 OK 这样子才是恰有嘛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 这四次当中 有哪两次是一点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呢 在这四次里面呢 其中 会要找到 某两次呢 是一点 你不知道是哪两次 然后另外两次呢 则不是一点 所以我们就先 想其中一种状况好了 其中一种状况下呢 是不是就像第一题 其中一种状况就是 特定两个点呢 是一点 那特定两个点呢 是不是一点 所以呢 这个几率就变成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算是 六分之一的平方 两个甩出一点 然后呢 两个地方呢 甩不出一点 就是甩出飞一点 但是 总共有几种这种状况 总共有 C4取2种啊 对不对 这很重要 这里我们写一下 为什么是C4取2种 也就是 我在这四个位置当中 选两个位置 给这个什么 这个甩出一点 那另外两个位置呢 就自动不是甩出一点了 所以呢 我写C4取2 其实我只是 让我方便一点 我不需要呢 把所有状况都列出来 因为原本所有状况 都列出来的时候 可能是什么呢 在四个位置里面 就是 这两个是 一点 然后这两个不是一点 或者呢 这两个是一点 然后这两个不是一点 或者是 这两个是一点 然后这两个不是一点 然后呢 再来是变成 这两个是一点 然后这两个不是 或这两个是一点 然后这两个不是 然后最后呢 是这两个是一点 然后这两个不是 这六种状况呢 我因为每一个的几率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可以6乘以这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如果真的在那边慢慢列出来 其实你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以后就要善用什么 排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符号 OK也就是呢 既然每一种情形里面的几率都是这个 然后我再用C4取2 C几取几呢 去算到底有几种这种状况 就可以把答案算出来咯 所以呢C4取2是6嘛 那6又乘上了刚刚也是这堆东西 是6的四次方分之25 所以这个6跟6就消掉啦 就变成216分之25 OK这两个题目你要好好想一想 这个多个事件的独立